你应该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 犹太文化中有一个故事 讲述两个学者争论关于犹太律法的重要性 一个学者说 最重要的律法是 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 而另一个学者则认为 最重要的是 我是上帝这个诫命 最终 他们请教拉比 拉比告诉他们 当一个人真正理解了 我是上帝这个诫命的含义时 他就会明白 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谁救了一个人的生命 就好像救了全世界 在二战期间 犹太人安妮 弗兰克和他的家人 在荷兰躲藏起来 以逃避纳粹迫害 一个犹太人家庭朋友的员工奥托 弗兰克帮助他们躲藏 藏在他的公司后面的秘密地下室里 奥托 弗兰克的行为 挽救了安妮和他的家人的生命 并成为了安妮日记的作者 如果我不是为自己 那么谁为我 如果我只为自己 那么我是什么 如果不是现在 那么什么时候 希勒尔是一位哲学家和犹太教法学家 他的教导强调了个人责任和行动的重要性 他的故事中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即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负责 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不要对他人做你不希望他人对你做的事 这是整个犹太教的核心 这个故事源自于塔木德中的一则语言 有一位儿童问他的老师 为什么整个犹太教的教义 可以被总结为一个诫命 不要对他人 做你不希望他人对你做的事 老师回答说 这个诫命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 它可以涵盖整个犹太教的核心 谁有智慧 就当心思他的行为 谁有聪明 就当明白他的路 真言 是旧约圣经中的一本智慧书 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道德 生活和智慧的教导 这本书强调了思考 自省和明智决策的重要性 以指导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向 忍耐是一种美德 犹太文化中 有许多关于忍耐和坚韧精神的故事 例如 犹太人在历史上 经历了许多迫害和困难 但他们通常以坚强和忍耐的态度 面对挑战 这种智慧故事 鼓励人们在困难时 保持耐心和勇气 人类是合作的创造物 犹太文化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和社区的重要性 许多犹太故事 都强调了团结 互助和共同努力的价值观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人类可以通过合作和团结 来实现更大的成就 对待他人 如同对待自己 这个原则源自于 犹太教的伦理教导 强调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善待 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富有的商人 他对待穷人 如同对待自己一样 给予他们食物 衣物和关怀 这个故事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即我们应该平等对待他人 并关心他们的需求 教育是最好的遗产 犹太文化非常重视教育和学习 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父亲 把他的财富宣布用于给孩子们 提供教育的机会 他相信教育是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他能够帮助孩子们 获得知识 智慧和成功 要为和平而努力 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两个邻居之间的争执 他们互相责备对方 最后他们请教拉比 拉比告诉他们要为和平而努力 通过互相理解和妥协来解决问题 这个故事强调了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分享是一种美德 犹太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分享和慷慨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富有的商人 他慷慨地分享食物 财富和资源给需要的人 通过分享 他带来了希望和幸福 并成为社区中受人尊敬的人物 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 都要认定上帝 这个智慧来自真言 他提醒人们 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都要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和指引 犹太文化中 有许多故事讲述了人们 如何在困境中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引 以及如何通过信仰和祈祷 来获得力量和安慰 对知识的追求胜过一切财富 犹太文化非常重视学问和知识的追求 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 放弃了财富和物质追求 而选择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和获取知识 他相信知识是一种无价的财富 他能够给予他智慧和成长 为他人做好事 而不指望回报 犹太文化中有许多 关于慈善和善行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 讲述了一个人在寒冷的冬天 为他人生活取暖 而不指望任何回报 通过这个无私的行为 他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同时也激励了其他人去关心和帮助他人 尊重和保护生命 犹太文化中非常重视生命的尊重和保护 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救了一只小鸟的生命 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这个故事强调了人类对生命的责任和尊重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 感谢您的编程